因為紅台天的關係 一些潮激市場都有推出大燒焙 民眾是跟火都唱了 如果因為紅台也影響華人和台東 現在火車沒開 沒車廣 縮法公路 南海公路 南海公路也都不通 這是影響華人台東的菜市規制的運輸 關鍵南鄉的農民很優心 要帶去北部的農村菜 只能放三天 那是風台影響時間拖延 這個菜可能就要放在暖地 地震後野 已經好幾趟都走南海了 那這一次因為颱風是從南部上海 所以就變成造成這一次可能已經中斷兩天 沒有辦法把菜運送出去這樣 華人的農村菜要走南海公路上北部 但是南海公路再去10點到1點開放 根本就沒附送 如果台東的菜市場主要是靠西部供應 現在菜市場的菜也不多 但是台東市的股菜市場在公路豐收盡情 而且西部的菜市場先載一部菜放在冰土 不過最多竟然可以供應三天左右 希望風台冠軍激激 等於就沒辦法了 等於就10點 百度下比較暗 吃比較少 如果持續下下去的話 事必有一些農災 事必會有一些影響到它的熟成 我們來看北部為了因應三度離風台 的營運測試 根據北農最新的統計総計 現實 10個催於大台北企劃市場 菜市場的平均價 起到每公均十三塊一 創下的蘇星館 不過10個催你的平均價 落到一公均五十二塊 波中館 19% 計價總法 報得 好